你们见过跳跳鼠吗 这只小熊熊在仓库里面孕育了一个星期 昨天刚好被我碰见 追了它九条街才捉回来 它现在是十分警惕 而且攻击性还很强 这个视频是昨天晚上11点钟拍的 时间有点晚 所以我就随便拿了一个小猪肉的笼子 顺便来看一下这个分解电料 这个电料是8月2号铺的 距离现在已经有一个半月了 而且我发现小猪肉是不会上厕所 这个角落里面脏脏的都是尿尿 但是很神奇的是 这个笼子竟然一点气味也没有 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个角落给换上新电料进去 清理的时候会发现有一点黑色的灰尘 这应该是把脏东西给分解掉了 所以才没有气味 家里有不会上厕所的可以试一下 这个我也就不剩一点点了 我猜你们应该也很好奇 这个鼠子为什么跃跃了一个星期 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主要是仓库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不容易找 所以我们只能是散养 把水啊粮食啊都放好 随便他跑了 然后昨天就很不幸被我看到了 抓他的时候那个跑啊 简直不是一般熊能做到 跑起来可以说是飞 抓了一次之后又逃跑了 所以我们第二次捉回来的时候 用个大盘子装着 身体看上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有一点点瘦往后把它补回来就可以了 盘子里面昨天放了一点品高粱 再来点平衡素 最近真的是太爱了 啥都要放 再来上一颗小饼干吧 太瘦了 暂时就先这样住吧 小猪屋估计会很生气 我来看看你啦 昨天晚上不舍得给熊住 就是因为熊的破坏力要比猪屋厉害 所以只能委屈你 好像生气了 委屈你了 明天再给你弄个好一点的房子啊